超红单元音乐好好玩 音乐你音乐了解多少呢 让我们的笑容 充满着青春的骄傲 让我们期待 明天会更好 这首大合唱是为了什么而唱 为了什么有这首歌的创作动机 一号准备好了吗 没 还没地方 我就是要把超联打开 看你穿那裤 菜头 除非你太剪阳之外 我永远会更好 这小歌 这一句 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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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飞机了 好了吧 你知道歌曲明天会更好的创作动机吗 来宾 如果想要作弊的话 绝对是严厉的惩罚 请运用联想力采出正确的诚语哦 太难了啦 你每一题都在难 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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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賢哥在等待你 你看他边要不要跌 我看到 他冰组不错 看他冰组干得好 拼光漏水 你能够猜得出来这是哪一句成语吗 超级动作电影 永远天续长 追杀比尔 来 观众朋友们 一起來找找哪里有问题吧 来吧 来吧 太厉害了 欢迎收看 我猜… 我猜… 好了 要请到我猜之神 来保佑现场所有的朋友 最需要保佑的 就是坐在这边的猜题来宾们 緊張喔 第一位 你应该没有什么新作品吧 是 志賢哥 聽說了 我身上這一套看不出来吗 什麼東西 這叫新作品 打歌服 打歌服 真的喔 真的有新作品喔 在家裡打歌哥都穿這一套 嘿嘿嘿 來打歌的介绍一下李爱琪 大家 好眼熟喔 好眼熟就是 她以前的名字叫全家 全家 全家就是我家 你家 全家 是李家 全家就是李家 對 因為發了新專輯 然後用本名 李爱琪是我的本名 我跟你說 因為我這次主打歌叫 心困到丁 先睡在一起 李爱琪 心困到丁 我講到我的歌你就這樣 你是什麼彩虹台出來的 心困到丁 心困到丁 大家不要誤會 不是那個先睡在一起 是誠懇的在一起 心困到丁 誠懇喔 對 好旁邊這一位呢 真正的新人啦 胡夏同學 好 大家好 我是胡夏 有新作品 是個人手裝專輯 介紹一下 還有 胡愛夏 胡愛夏 因為我的 我是跟爸爸媽媽姓 我的名字 爸爸姓胡媽媽姓夏 對 然後 對 我剛剛出生的時候 鄰居就說 你們乾脆叫胡愛夏 因為你們那麼恩愛 所以第一張專輯就叫胡愛夏 想說是送給爸爸媽媽一份禮物 而且聽說你從小喜歡聽哈琳哥的歌 對不對 你才從小喜歡唱我的歌 真的 越來越像你 我自己都情不自信了 為了你我要離開我胎 不要這樣 我這樣壓力很大 我壓力才大呢 我知道 那跳一跳就比較不會這麼大 我是菜頭 不是 噴乾餅 噴乾餅 哈琳哥你怎麼站在中間 哈琳哥你要站中間 對不起 搞什麼 你已經扶正了 這樣才對 對不起 沒有錯 繼續主持 來啊 其實我開玩笑了 我站在中間還真的會投影 謝謝 樓上 帥氣 好帥喔 好帥喔 進攻宅男宅女路線的 高以翔同學 你看 帥了 而且你們都沒有發現我畫中的玄機喔 他不但進攻宅女 還進攻宅男路線 為什麼 真的嗎 他那個寫生集滿恐怖的 怎麼說 怎麼恐怖 有看到男人的事業線 唉唷 事業有前後你懂吧 唉唷 他是前後 沒有 他主要是後面的事業線 後面的 你拍那個照片的時候是有什麼感想 其實還滿害羞的啦 因為攝影師要求我 其實第二本就就是尺度比較大一點 這是第二本嘛對不對 對 這是第二本 哇 那第三本我比較期待 跳下這本就可以了 第三本一定很厲害 知道漏到哪裡去了 對啊 所以這個是 攝影師希望你做這樣的表現 其實我們出第二本書的時候有討論 就是要比第一本的尺度大一點 真的啊 對 然後第二本就是 有秀一下我的後面的曲線這樣子 接下來 兩位 哇 這個是有什麼 舞台劇的演出對不對 是的 寶咖咖 巧克力 歡迎 大家好 我是寶咖咖 我是巧克力 有新的作品是不是 對 我們有新的舞台劇 這上面有我的照片耶 有新啊 也有眼喔 你那樣好胖喔 你那樣照片 那個是誰啊 對不對 那胖胖的是妳對不對 短胖這樣啊 很瘦 胖的是右邊那個啦 我想了解一下 這個是Part2嗎 對 第二集 瘋狂有限公司 那第一個 瘋狂系列是瘋狂電視台 瘋狂電視台 對 所以那個胖胖的人是朱德鋼嗎 是阿鋼哥 對 阿鋼哥 然後還有狄智姐 對 然後中間那個腿很粗 那個女生是誰 這樣可以看到她腿粗嗎 沒有 小切豬腿 都還沒露到腿就知道了 我一看臉就知道了 我要這樣嘛 這個大概是講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主要是講一個 諧星的故事 因為就是其實在生活周遭 就有很多帶給人家歡樂的人 但其實他背後有一些心酸事 你真沒氣眼 蛤 阿鋼哥太忙了 他太忙了 現在是小哈琳了好不好 小哈琳 都在這邊對不對 跟隨哈琳哥的腳步 最後一位 何惟劍同學 歡迎 各位好 大家好是何惟劍 我發現了最新專輯叫做變化 這是第幾張啊 這是第二張 變化 變化 但是你真的變化很大 你整個風格啊 造型 這一次就是 強調就是曲風的變化 還有造型的變化 完全不一樣 你這兩張專輯隔了多久 隔了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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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這張專輯又有 就是有參與創作 總共有八首 寫了八首啊 對 對 這張專輯 是不要亂衝是不是 我說真的 好歌一首給它全力寫下去 對不對 全新單元音樂好好玩 大家常說音樂無國際 只要是好的音樂 就算語言不相通 也不會有隔閡 不過每首歌曲 其實都有它的含義還有奧妙 你了解他們背後的故事嗎 音樂好好玩 將幫助你補充你的音樂知識囉 大家聽說過三四分鐘的時間 一首歌就過去 是的 其實它在這個創作的過程裡面 不論是詞啊 曲啊 編曲啊 可能有很多的靈感 各式各樣的內容在裡面 大家不知道 對 今天我們音樂好好玩的主角 是哪一位呢 是誰呢 就是 品冠先生 Oh my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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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多久才不透的生活 輕盆大雨仍穿不透沈默 我像是一種不知名的詛咒 喝酒 加索 隔滿心頭 來把一ividade沈默 寫一首落寞 飛進所有感動 怎麼要愛 卻要多慮避難 你也也難 有人不透過 偷離情感 誰還願纠綻 都是遺憾 我 渴望你的笑容 如果能夠 請讓我帶著溫柔 學著灑脫走 換了城市面容 對你來輕鬆 成長了以後 才假裝寂寞 沒有發生過 謝謝 又要帶給他 阿琳哥好 安慰人心的作品 沒錯 新作品 新作品 每次我都很想瞭解 因為我要讓大家知道 現在這個音樂很不好混 對啊 專輯發行的時間 越隔越久 你有隔很久嗎 這一次 差不多一年半左右 那不算久 還好 對 我的新作品 新作品 嚇我一跳 剛剛林志賢拿起來 我差點 不是 可能是你的就OK了 我這次因為 跟吉米合作 吉米的手繪本 沒錯 對不對 就是因為我這次主演了 這個向左走向右走的音樂劇 對 然後這個有一個特別的贈品 是我們特別請吉米老師 特別幫我們做的這個Postcard 然後很多都是 他的繪本裡面的畫作 很快就會在台灣跟大家見面 除了你這個 特殊概念的音樂作品 我們今天要帶給大家一些 很熟悉的歌曲 是… 這個歌曲裡面都有一些 有趣的內容 對不對 第一首歌曲 應該是在二十年以前 群星大合唱 這也應該是在台灣 第一個這樣子 集合各家唱片公司的歌手 所呈現出來的這首歌曲 一直到現在還在被傳唱 通常一個人唱很難 是 可是他就有辦法 分式七角 一人分式七角 你們很少人知道他會模仿 天啊 對不對 林志賢以為他會模仿 那個東西根本就是個 自己有消音 自己消音 自己消音 免得麻煩 嗶也難聽嘛對不對 今天讓大家看看 會唱歌又會模仿是什麼樣子 我們就來聽這首經典的 明天會更好 好 先有請到品冠 輕輕小心沉睡的心靈 慢慢張開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 是否依然孤獨的轉格不停 李宗盛 吞覆不解不及 吹動少年和新 讓昨日臉上的淚痕 隨即一風乾了 周華健 再度尋找天空的翅膀 姑娘出現她的引擎 謝謝 帶來遠處的饑荒 無情的戰火 依然存在的消息 羅文 遇上白雪飄雲 燃燒少年的心 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傾訴遙遠的祝福 費玉琴 唱出你的熱情 伸出你的雙手 讓我擁抱著你的夢 讓我擁有你真心的念空 李宗盛 李宗盛 讓我們的笑容 充滿著青春的驕傲 為明天賢注堅聲的祈禱 張國榮 張國榮 將你的熱情伸出你雙手 讓我擁抱著你的夢 讓我擁有你真心的念空 品觀 讓我們的笑容 充滿著青春的驕傲 讓我們期待 明天會更好 李宗盛 讓我們期待 明天會更好 真的會更好 真的會更好 很像黃柯倫的倒鐵嚕耶 兔年還沒到啊 抓暗兔子 抓頭啊 倒鐵嚕 我剛剛在旁邊很過癮耶 因為我根本沒有這樣Cue過人家模仿 很爽對不對 我都是在被Cue啊 你知道我剛剛Cue的 那我Cue一下你好了 你Cue他… 你Cue他… 他什麼都會對不對 他什麼都會吃啊 他什麼都會吃啊 他什麼都會 他什麼都會 要看歌詞 來 李宗盛 歌詞來… 李宗盛 歌詞來… 唱出你的熱情 你要Cue他… 這是誰 讓我擁抱著你的夢 這我自己 讓我擁有真心的面孔 換誰… 菜頭 讓我們的笑容 充滿著清新的希望 還有呢 黃碧璧 為民間 付出真誠的祈禱 真的 真的要 還有沒有… Dennis… 唱出你的熱情 伸出你的雙手 讓我擁抱著你的愛 還有誰 羅佩儀 讓我擁有真心的面孔 讓我擁有真心的面孔 我擁有真心的面孔 永遠28歲的面孔 還有誰… 還有誰… 自己…自己講啦 誰 馬吉大哥 馬吉大哥 讓我擁有青春的笑容 蔡康詠 我看英文片 小愛五人的結 別… 差不多… 差不多了 真的會累啊 哇塞 這是你發來的是不是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奇怪了 好像很開心啊 最奇怪了 我難過到一種地步了 就他們開心了 這樣子怎麼可以 那邊是天堂 這邊是地獄 是 很難過啊 不開心 噴乾冰 會模仿… 怕了吧 超害怕的… 要問問題囉 好… 這首歌 要問問題啊 要問問題你們要趕快進去啊 這樣子啊 對啊 我還在營救這個氣氛 誰營救啊 沒錯 在公布完每一首歌曲的題目之後 漢典和欣雅將從父母後面 扮演三種不同的角色來解說答案 提供來賓們做選擇囉 究竟今天第一道問題是什麼呢 這首大合唱 是為了什麼而唱 為了什麼 有這首歌的創作動機 你之前應該知道 還是你也不確定 因為你跟那個時代應該有一些接軌 對不對 20年的歌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20年以前 差不多20年以前 你那時候大概 我剛剛還沒出生喔 你還沒出生啊 你那時候多少 那時候多少 高中 差不多 但是我忘記是為了什麼事件 應該是一種什麼 你不能講 待會你要答嘛對不對 你等一下 如果這個內容你覺得不錯 你可以用法師告訴大家 好不好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 應該都沒有太深的印象 相信大部分的觀眾們 對於明天會更好這首歌也很陌生 不過要究竟他的創作動機是什麼呢 趕快看看三個選項提供給你的答案囉 來 我們的我猜 小組 為各位解答這個問題 1號 準備好了嗎 還沒對吧 我就是要把長臉打開 看你穿內褲 請看 打不開 來 你無聲黑白 真的 沉默年到一個時刻 還要遠的 黃大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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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頭 好啦 謝謝 好了 好了 求饒 我是小哥 費玉清 是飛哥嗎 你這個是飛哥嗎 小飛像飛哥 都可以 因為他是我哥 那麼今天為什麼會找我來 解釋這個明天會更好的創作動機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當年 這一首歌 其實我也是演唱的歌手之一 不好意思 我不小心把我的年紀透露出來了 誰不知道 誰不知道你幾歲 好了啦 不要想不出 趕快就一直笑 忘了詞了吧 什麼漏詞啦 我告訴大家 其實這一首歌當初呢 就是因為 著作拳法 沒有這麼完善 那時候已經有很多的盜版 盜版出現了 所以呢 就創作這一首歌 讓大家呢 可以去支持正版 拒絕 對 反盜版 對 應該聽得懂 就是要拒絕盜版 支持正版 反盜版的歌曲 謝謝大家 慢著… 小哥最近有一張 脊椎的問題 尾東骨好像有點受損 這兩位男單子 好歹也給我穿一個絲襪 真的嗎 2號 請開始 好歹也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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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媽媽 好歹也給我 救命啊 好歹也給我 還有繞山湖 好的 那是李久澤嗎 是李久澤嗎 嗨 嗨 嗨 大家好 嗨 我們是早安少女主 哈囉 我要跟大家說 為什麼有明天會更好這一首歌 原因是因為當時 我們終日斷交 人民的情緒都非常的憤怒 所以為了要振奮人心 所以就製造了這首歌 讓大家知道說明天會更好 要勇往之前耶 謝謝大家耶 叫妳後面的烙塞壺 不要演那麼入戲好不好 好 音樂 妳講完了嗎 我講完了咧 音樂 嗨 你的安全褲太不安全了吧 好不安全喔 嗨 3號的朋友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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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跟朋友 請開始 卡住 Oh my God 你幹嘛學孔安啊 你幹嘛學孔安啊 Michael休息一年多退步了喔 我現在要表演45度腳 歹 Oh my God 來 你要不要搶啊 熱舞社的 這是陳曉雲吧 明明是空彎 不是 變誰啊你 OK 我要介紹自己 你剛剛45度那兩個人 以後穿黑衣服出來 太明顯了吧 對 累了喔 他們比較敢 啊呼 我要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Kim of the pub Michael Jackson 我回來了 I'm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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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轉口氣嘛 嚇我幹嘛 因為 因為 以前 抱持了 抱持了 我知道 非洲 一所PR 那時候 這個飢餓 飢荒很嚴重 龍斑 OK 所以我上來他拿了 拉紅包 OK 我跟你講 想不起來我就一直講 我知道 因為那時候 非洲的飢荒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做了一首歌 就是 We are the war We are the children 我們就是要震災 烏鴉的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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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就是要來震災 所以台灣也是學我們 他們創作的這首 明天會更好 也是要來震災 就是這麼簡單 OK 那你還講那麼複雜 震災 回去有點狼狽 我如果跟他說 他學Michael很像 他以後會不會就不學我了 他會一直咬尾巴好不好 好啦 三個答案出來了 大家有什麼想法 有沒有一個是你心目中的答案 或者是 你完全不知道 只能用猜測的 哪一個答案是正確的 請寫出來 剛剛一號小哥被玉琴說的 是為了要支持正版 反倒版的活動 而創作這一首歌曲 而二號則是說 因為當時終日斷交 為了激勵人心 而做了這一首歌曲 三號是因為說 當年非洲伊索比亞 更好嚴重了饑荒 為了震災而創作的 而究竟歌曲 明天會更好的創作動機是什麼呢 趕快猜一猜 到底是幾號呢 新亞將近歷史的由來 銀彈和電卻等著白走 我們的題目就是要問大家 歷史上 一號的朋友 請你告訴大家 是誰啊 葉問啊 我還 是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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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內演奏首相的嘛 就是西方人 因為他們有一本書 叫做是 九七三月 還寫小超在手上 究竟歷史上面 最早研究首相的書籍 出局何處呢 是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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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一號 小歌飛玉群說了 是為了要支持正版 反倒反的活動 而創作這首歌曲 而二號 就是說 因為當時終日斷交 為了激勵人心 而做了這首歌曲 三號 是因為說當年 非洲伊索比亞 更好嚴重了飢荒 為了震災而創作的 好的 觀眾朋友們 現在換你來猜猜看囉 到底哪一個才是明天 會更好的創作動機喔 你不知道 我現在可以講答案對不對 可以… 我比較傾向於1 對 反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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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反倒版 你呢 那個時候應該是那個 We are the war之後 我們就會跟他一樣 就是我覺得是應該是 往正在那方面去 所以你覺得是 伊索比亞的 對 對不對 你覺得是反倒版 我覺得是反倒版 因為20年前那時候 倒版還滿多的 我們也是覺得歌迷是給人家 希望的感覺 喔 從歌迷來判斷 對 來 我們為了寫大愛的歌 大家一起唱的歌 都是為了要震災的 你的意思是說 通常不會為了 反倒版這種唱片的事情 去寫一首 如果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歷史都是這樣 好 沒想到大部分的來賓 有志一同選擇3號 到底歌曲 明天會更好的創作動機是什麼 趕快一起來看答案囉 到底哪一個是正確解答呢 5 4 3 2 1 正解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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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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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2 2 1 2 下面這題跟妳有關係了 跟我有關係 接下來 就是 妳的成名曲了 是 為各位帶來掌心 接下來品官要帶來的歌曲 就是當年他和光良所合唱的掌心 在演唱完畢之後 將會有第二道問題的考驗 手中的感情線 是不肯洩漏的天氣 那也許是我一生 不能去的進去 我 到底在不在妳掌心 還是只在夢境中扎印 在茫茫的天和地尋覓 一場未知的感情 愛上妳 是不是天生的宿命 深夜裡 夢裡總都是妳牽引 而心痛是妳給我的武器 作息 彈開妳的掌心 讓我看看妳 選之又選的秘密 看看裡面是不是真的 有我有妳 有我有妳 看看裡面是不是真的 攤開妳的掌心 握緊我的愛情 不要如此用力 這樣會我痛我細我的心 也隔破妳的掌妳的心 這樣會我痛我碎我的心 也隔破妳的掌妳的心 郭隆評論的掌心 這個歌寫得不錯 我們在裡面有講到 攤開妳的掌心 然後呢 歌詞 讓我看看妳 旋知又旋的秘密 對不對 其實在中國 很多人可以憑著首相 來判斷很多事情 對不對 所以你們當然寫這首歌的時候 你們不會想到這個 跟首相有關的事 還是也有 其實 就是一體的兩面對不對 對… 那時候我們在想 我們在想歌名的時候 我們在想 我們從身體的各個器官再想來 掌心 因為 其實我們知道那個 我們到底其實對那種什麼 生命線 感情線什麼 沒有太大的研究 但覺得裡面有很多的秘密存在 玄機在裡面 算命的都在算 看妳的手掌 看妳的掌心 所以想說 裡面應該很多東西可以發揮 所以寫歌的時候 全身上下找到了一個部分 就是手掌 對 我們的題目 就是要問大家 歷史上 最早研究首相的書籍 出自於何處 這一題要考的 可是歷史的知識呢 觀眾朋友們 趕快咚咚你的腦袋 猜猜看歷史上 最早研究首相的書籍 出自於哪裡呢 1號的朋友 請你告訴大家 這誰啊 葉問啊 各位 旁邊是莫人樁啊 各位姬 莫懷 有請養門 好 乳文… 一位姬 講… 好了嗎 好 我是1千1萬 我是一個廣東人 我只說廣東法 我是一個普通人 南大一三好本領 我最愛吃 好生好氣好開心啊 好友好 非常驚訝 不如我幫妳講答案妳看怎麼樣 妳一句我都聽不懂 好 我跟妳講了 為何首相的由來 其他人最早呢 研究首相的嗎 就是西方人 因為他們有一本書 叫做是 酒精聖約 他們的記載的 寫小抄在手上 這是我出權的教訓 這是我出權的教訓 這是她的 是她的掌心 是的 它裡面記載 每個羊出生的時候都會有溫度 都會有溫度 所以只要一看就會記到她的手做手背了 是的嗎 所以我跟西方人打架的時候 我從來都不會把手心往外 是的嗎 你懂了嗎 你記得了嗎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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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個普通人吧 這個人很可怕 好 我告訴 我講一下 他說是西方 猶太人 舊約聖經 裡面有提到 每個人出生的時候 你的命運 就磕在你的手上 這是他的說法 接下來 陳鼓掌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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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休息看 能不能休息 日清天氣下來 能不能休息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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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麻糬向前一起著 勾勿拳 又過去一句惹貓 我的人有危險 一陣送給你 一陣送給你 這是招歌嗎 大家好 我是李小龍 好了 可以了 我是李小龍 其實大家應該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為什麼我每次 在筆劃這個動作的時候 手都要朝外面 因為我要讓大家看一下 我的首相 你看 我的事業線很長 可是我的生命線很短 不要再亂講了好不好 不要再亂講了 其實關於首相的問題 問我李小龍最清楚了 因為我知道 首相最早是在哪邊呢 他是在三千年前 在印度的婆羅門教 他們那個教徒呢會把這個 這個 這個 首相的這個書呢 藏在洞穴裡面 就是這樣 所以最早 最早在研究首相的民族 就是印度 印度 停 這是印度哥 我告訴你 我是中國人 我告訴你 我們中國人不是東亞蝙蝠 霆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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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來看看3號的答案 卡住 撞頭 張柏蓉 大家好 我是聶曉茜 為什麼我講話那麼慢 因為我是鬼 我要跟大家說 掌心的由來 我沒有說 哥哥 我要說掌心的由來 早期在宙朝的時候 周文娃被宙王監禁的時候 撰寫了一本 易經 裡面記載了武術 有風水一路 又給我看小超 占卜八字還有面笑 他是一個上古三大起書 所以這已經是三千年的事情了 會了啦 兩位 鬼都在看你你還不知道 我知道 1號葉文說的 最早研究首相書集 出自於西方的舊約聖經 而2號說的是 出自於印度的 普羅門教教徒所刻的首相書 而最後3號說的 出自於中國 周文王所編的易經 到底誰 才是真正的正確答案呢 趕快一起咚咚你的腦袋 選出正確的解答嗎 選吧 我覺得是三耶 中國 中國 感覺好像 中國人 對這個東西 有一套 複雜 可是很清晰的邏輯 對 對不對 講得頭頭是道 什麼男左女右 什麼先天後天 研究得這麼透徹 你覺得是嗎 因為我是用三去法 中國是一定會有 中國是一定有 對 所以你把那個一定有的 當成你的答案 來 外國的朋友 高一翔 我覺得是三個 對 為什麼 因為 印度的文化 經常 怎麼 印度不是印度的文化 其實我們 我覺得 應該是我從奶奶爺爺吧 因為小時候我記得他們有 就是玩我的手掌 家裡面就有 家裡面就有 從小就會講這個 從小就有這個 叔叔習慣了看我的手掌 所以我就覺得 比較像中國 瘋狂有限公司的兩位 印度 印度 因為我之前有碰過一個印度朋友 他也是有看我的手相 他感覺就是還蠻了解 我就問他說 你怎麼會看 我以為只有我們 就是中國人會看 他說沒有 他們其實印度的人都有在研究這個 印度妹妹 差點這麼多而已 對 所以我們選印度 好的 這次來賓們答案平均分布在2號 印度還有3號的中國 到底歷史上面 最早研究首相的書籍 出資於何處呢 看點只會更笑 越來越哈越破口打嗎 我想要問這個問題 為何 請出場 請出場 嗨 你學誰啊 我就是最會主持的蔡康勇 這有什麼好笑的 還在拍嗎 大家趕快講啊 文化講也退回去了嘛 在哪裡 答案要來揭曉囉 趕快看看你猜對了沒有 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來 準備好了 5 4 3 2 1 就是 印度 真的耶 電商在那邊問那個意思過 印度應該來個印度歌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回去了啦 不敢生嗎 不敢生嗎 印度 印度 印度就是2號 所以3號的朋友 讓他們清醒一下 人類最早出現首相學的民族 應該是印度的婆羅門教 婆羅門教早在3000多年前 就已經有刻在人皮上面的 首相 首相學 研究首相學 印度當時研究首相的情況 相當的普遍 而且非常的神聖 因此人類最早出現 首相學的民族 應該是3000多年前的婆羅門教 今天的歌都是 很能夠發揮你 唱功的部分 接下來也是一個你很會模仿的人 在這首歌曲裡面 其實是一首翻唱歌 翻唱 對 沖繩 沖繩的民謠 好像原來這首歌名字 跟這也是一樣 在日文裡面 也叫做花心 好像是 不管怎麼樣 我們今天要聽的是 周華健的花心 接著品觀家的演唱展 就是由博明天王周華健所 擔唱沖繩名謠花心 馬上來聽看這個 《筷智人寇》的歌曲吧 《筷智人寇》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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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願意 讓我劃向你的心 愛 謝謝… 你是瘋了是不是 你看到丞翰點 又看到林志賢 抓到機會就要學 學了就有像 好 花心 這首歌曲 我們要問你了 大家都會講 哇 你好花心 對不對 花心 你覺得是一個好的形容詞 還是不好的形容詞 這歌裡面是講好的其實是 歌裡面好 對 我們平常用好像 一般講是不好嘛 不太好 男生很花心 對不對 是這樣的感覺對不對 對 我想要問各位了 為何形容很多情的人 叫花心 最後一個問起來囉 我們通常用花心 來形容一個人處處留情 不過為什麼多情的人叫做花心呢 觀眾朋友們 一起來猜猜看答案吧 第一個答案就是 請出場 大家好 小牛 不要跑 你哪一位啊 我 就是風流又下流的 唉 唉 唉 亂猜什麼這樣啊 在我們古代的男人 常常尋花問流的話 唉 就會得一種病 那種病叫做是 唉 唉 花柳病 這個病在我們古代是衣不好咧 你知道嗎 所以啊 就把這些風流的男人 都長成為 所以才有花心這個名詞 小妞那位黑妞長得不錯 有沒有來啊 算了 我就是風流那 西門妻 痞子痞子痞 爬子爬子爬 我裡面還有三個妞在等我呢 我先來等花柳了 好了啦 這個病嚴重了 第二位 請出場 整個被剩下來了 變魔獸啊 你學誰啊 我就是最會主持的蔡康勇 那麼今天我要來講的就是說 哇 你踩不到地耶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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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我腳喜歡翹高 那今天我要來告訴大家 為什麼多情的男生 人家會說他是花心 來形容他呢 其實就是花心蘿蔔的簡稱 那我們知道我們蘿蔔 我們在吃的蘿蔔 都是吃它的根部 那麼到蘿蔔的這個開花期的時候 它上面會長很多花 因為氣氛太乾 稍微笑一下 那它上面會長很多花 那這不是菜花 它是蘿蔔上面的花 那長出花來之後呢 那這個呢 花就會吸取這個蘿蔔 根部的這個養分 那你吸… 吸到最後呢 你把蘿蔔的根部剖開來之後呢 它就會呈現中空的狀態 非常的空虛 你知道嗎 所以呢 因為它所有的養分 都被花給吸走了 所以呢 就是說有一些這個男人呢 他交很多女朋友對不對 那他們遲早有一天 會被這些 而我是說時間 時間被他們吸乾 你們想幹嘛去啦 下流 這有什麼好笑的 沒話講 你退回去了嘛 所以花心蘿蔔 就會來形容一個男生 很花心 謝謝大家 小妞 所以他會笑得很虛的感覺 那個笑聲越來越無力 好 花心蘿蔔 接下來 是哪一位要告訴我們花心呢 哇塞 又來了 哇 嘿 嗨 我們是TiTara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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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說有花心的由來 因為一朵花裡面有很多的花蕊 所以花的心藏在蕊中 花的心藏在蕊中 一朵花裡面有很多的雄蕊跟雌蕊 他們都會自體受精 就會亂來 所以才會有說一些比較感情豐富的人 才會稱他們為花蕊 謝謝 多賓 謝謝 謝謝 這個團體要解散了 好啦 為什麼形容多情的人叫做花蕊呢 一號的西門青說 是因為多情就像花柳病一樣無藥衣 所以稱為花蕊病 簡稱花蕊 二號蔡康勇說的是 以蘿蔔的生長特性來形容它 而三號 左花心就像花蕊 同時用多種雌蕊和雄蕊一樣 因此用來比喻多情的男女 而究竟這三個答案當中 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原因呢 高難度的腦部考題 來明明一個頭兩個吧 請將畫面中的圖片由左至右 排列出正確的順序 左至右 右至右 它是一張完成的照片 發現人家叫它亂 太難了了 你每一題都在男 你們是不是根本不知道怎麼玩 太難了 你在關路應嗎 對 關...請上門就位提示 你能排出圖片的正確順序嗎 好啦 为什么形容多情人叫做花心呢 一号的新门庆说 是因为多情就像花柳病一样无药医 所以称为花心病 简称花心 二号蔡康永说的是 以萝卜的身状特性来形容它 而三号说花心就像花蕊 同时又有多种瓷蕊和雄蕊一样 因此又来比喻多情的男女 而到底我们用以什么形容多情人 叫做花心呢 观众朋友们赶快一起动动脑 猜猜你的答案吧 来 我们先看看大家答案写好了吗 好 还是分两派 你觉得 我觉得是三 三 韩国人他说花里面 雌雄 对 不能讲同体也可以啦 雌雄同体 对 就他自己会在里面乱来 自己配在一起 对 所以你觉得是 我觉得是三 这比较生物的讲法 这次我选择二 了不起 而且还会抢着打 为什么呢 萝卜开花的时候有开很多枝花 然后萝卜就一个根 一个根供很多枝花 然后就干了 我还真没看过萝卜开花 我也没看过 但是放很久以后 萝卜我们吃的是根是不是 然后上面会开花 是不是这样子 一开就是一大把 是 不把它拔出来它就开花 哦 何维健同学 我选二 因为我觉得通常典故这种东西 都是从比较生活化的东西去找手 有些是不讲究科学的 对对对对 跟生活有关比较重要 所以二感觉比较好 每位来宾都各自选了心中的答案咯 究竟为什么多情的人会叫做花心呢 赶快告诉我正确解答吧 大家的答案出现之后 告诉大家日常一天到晚讲的花心 到底是哪一个答案 5 4 3 2 1 就是 花心大萝卜 所以年轻人省点力气不要太花心 要不然体力会被耗光的 会被掏空的 还在拍吗 大家赶快讲 看你会怎么办 禅点 你好烂喔 哈宁哥 你好棒喔 这也是一种磨练啊 赞…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是2 花心大萝卜 恭喜两位 萝卜是十字花科的植物 组成菜头 我们吃的其实是萝卜的根 主要功能为吸收养分 萝卜在开花时期是不能吃的 因为众多的花朵 将内部的养分给吸干了 造成内部中空 虚有其表 后来人们利用萝卜的生长特性 比喻用钱不赚的男人 虚有其表 内心很不实在 才有花心大萝卜之称 目前奖金最高的就是 胡夏还有何未见的3000元 不过还是有人半题都没有答对 唉 继续加油吧 向左脑向右脑 人的大脑分为左右脑 而其中的左脑 主宰的逻辑还有判断力 右脑则是长风的记忆 计算还有图像判断 想知道你的大脑到底灵不灵光吗 向左脑向右脑 赶快跟我们一起来动动脑吧 这里就是让你 向左脑 向右脑 动动脑的时间到了 YA 还是要跟各位解释一下 有的人有来过 有的人没来过 对 左脑 掌控什么 逻辑推理能力 对 你要组合 这事情应该怎么样的顺序先后 是用左脑 右脑 记忆 手套太好了 手套本人记忆力差之外 手部也有一些问题 平衡感也有问题 所以右脑也控制平衡感 是 好 我们会给你看很多图片 问你其中哪一个是什么 这我们要靠你的记忆力 好啦 每一题都有不同的奖金 对 这个部分 没有抢答 好 到时候有抢答的时候 我会通知各位 因为如果你抢答答对了 奖金加倍 好 好 第一题肯定是简单的暖身题 暖身 请看 左脑题 要考验你的逻辑推理能力 请将图片表现的数字 由小到大排出来 由小到大… 简单 好 由小到大 这题是简单的题目 胡下 胡下吧 胡白下 胡下好第一首 下 胡白马 下… 下好了吗 有不一样 而且只有一个人不一样 对 到底是 那一个人对 还是其他人对 不要心力意 请看正确答案 2 3 4 1是我们的正确解答 所以只有李爱琪小姐答错了 你才应该叫狐行 狐下 我北下 我北下 我白起 狐下 下面一题也是让你赚奖金的 几千块 哇 请看咯 左脑题 要考验你的逻辑推理能力 请将画面中的图片由左至右 排列出正确的顺序 左至右 她是一张完成的照片 所以她现在在将她乱 太难了啦 你每一题都在难 你们是不是根本不知道怎么玩 太难了 有人很快就写出来还摇头 對啊 我会不会今天那么快写出来 你在关落音吗 对… 关 请站立刻 关到了… 有人答对了 怎么可能 世界上就是有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到底是蒙对的 还是她真的很厉害 怎么可能 不会不会居然有人答对了 请看 2 4 1 3 4 我们的正确解答 好厉害 而且她第一个写出来的 可是她是乱写 因为她一边写完她一边 是乱猜吗 对不对 我看到三个了 所以我就1 2 3 剩下哪一个我就写 可是你 那有一点点不确定 你写完你在摇头 因为我在最后一秒钟 看到最后一个答案这样 所以她的摇头是控制不住的 其实对 她控制不住就摇个头 真的不知道 好 这一题厉害 那么难只有一个人答对 这个值1000 值1000 1000块 好 接下来应该有点送分 中等的 好 数字跟数量有关系 我讲究对不对 跟数量有关系 看清楚 请看 算钱嘛 这简单 我觉得这200 好简单 你还不会 你会在关若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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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写 两个数目不一样 不一样 到底谁对呢 你看 89元 她要写你吧 之前哥 好 好 少看到一块钱 少看到一块钱 你是说没有看到隔壁的 是不是 橙鱼动画在底表高一箱很偷偷 请运用联想力踩出正确的橙鱼 看完都不一定会 耶 好开心 好啦 好开心 好啦 好开心 好啦 小名 一个 一个 一个比赛来对 好啦 一两个手头 各位 请问你这句 诚语是什么 诚语高一箱 应该是很擅长是不是 好啦 你能猜得出来是哪一句称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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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下面是什么 请你找出其中的差异 请看 右倒题 将考验你的图像记忆能力 请找出图片前后三个不同的地方 帅气 3个… 什么焊点 这太容易了吧 200 我说得算 我只值200 语高一五 答不出来 好了 250好了啦 这一题真的蛮简单的 三个不同的地方 她说 她做好的人说 好啦 250 妳在骂我是吧 250 这太简单了 李爱琴妳还在看 妳好意思妳啊 这种题妳还在看 没有 我 蛤 哇塞 多一朵花 花二好像是一个那个日本 日本漫画 花 多多个 HANA 然後 口袋變很大 然後多一條手 你演布袋戲 這就厲害了 傀儡啊 這什麼 好藝術喔 來解釋一下… A 不 都是A 就是花嘛 有一個星星 然後這裡是布 然後手上的是手巾 出到這一題的時候已經累了 才會出這種題目 所以出這種題目要怎麼辦 噴看冰 噴看 看解答 真的是 Oh yeah 所有人通通 除了李愛琪這個250通通答對 看完我再告訴你們值不值這個價錢 請看 請問有幾個正方形 這不難 這不難 OK… 確定… 直接畫出來比較快是不是 好 之前說14個 是 對不對 13個 我可能少算一個 可能少算 對 16個 14 就是14 像不像6 這像6啊 像6斜很長這樣 是個大四 14 不要問高一翔了 他一路以來 通通呈現出一種 沒看到 呆脂缺氧的狀態 14個 14個 請問兩個是 兩個 你知道耶 我看到中間好像不平均喔 喔 不平均 喔 不算正方形 我還覺得你有鬥雞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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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的解答請看 沒錯 500 差不多 對 我覺得還蠻有意思 唉唷 哇塞 這個題目出得有點 我覺得 有點詭異耶 對啊 感覺看起來蠻難的 應該不值這個價錢 看題目就值 值嗎 搞不好更高 我覺得更高 右倒題 將考驗你的圖像記憶能力 請收集以下的畫面內容 你看 這怎麼辦 這怎麼辦 太難了啦 這怎麼辦 這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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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個而已對不對 就他剛剛不是釣很多水果嗎 可是我們最後給你看了六種水果 有一個沒出現 櫻桃 何惟劍畫 樓上中間那個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樓上中間那個是嗎 高以翔的英文是什麼 Dragon Fruit 龍水果 龍水果 對 就是那個 龍果 龍果 龍果最愛一次 龍眼 龍眼咧 那叫Dragon Eye Dragon 來 我們看看正確解答 好 蘋果 所以火龍果是正確的答案 耶 怎麼那麼難啦 你看 都答對了 只有你沒有答對耶 對啊 櫻桃 在那個火龍果 在我們那個村子 它叫櫻桃 住哪裡啊 火龍果在你們村子叫櫻桃 櫻桃在你們村子叫火龍果 對 你正確 搶答的部分來囉 接下來是成語 如果你按了0 答對了 獎金雙倍 可以搶答 如果答錯 你這一題就上市機會 所以賭注很大 成語高以翔應該是很擅長對吧 想像 等一下真的很厲害就怕好了 嚇死你 好 我們看一看 動畫 成語題將考驗你的聯想力 五百元 請運用聯想力採出正確的成語喔 看到 想到 就按鈴 來了… 厲害… 漂亮 不嚇 到那邊… 很厲害 你看 看到那些馬在跑他就直接猜 他這樣來聯想的話 對啊 奇怪 怎麼會聯想到 對啊 根本沒有 沒有 沒有 這根本就是胡猜嘛 對啊 應該叫胡猜 你叫胡下 對啊 胡猜 胡猜 他答對了 竟然答對了 我讓你們看完 好嗎 看完以後各位 還是可以按正常程序 來寫答案 請看 看完都不一定會 好開心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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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喔 好 手臉 一個 一個 一個比賽來對 好 好 各位 請問你這句成語是什麼 你看他剛剛那個 那個重點沒有出現 他就可以把答案講出來 根本沒有看到重點 他就答對了 對啊 他是純粹運氣 馬首是站 來 來 何惟 何惟劍你在 你是哪裡 新加坡嗎 新加坡 新加坡 很習慣 不用麥克風講話 你在那邊是怎麼樣 是學 華語為 有學很多華語 英語為主 可是我們有學華語 對 所以 不會有太困難 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正確解答 好啦 其實這題非常的簡單 畫面中有許多兵馬 正在奔跑著 他跑到最後卻有一隻馬 撞到樹 升天變成神仙 答案就是一馬當千 一馬當千是正確解答 但是我要問一下胡夏 對啊 為什麼 因為我看見一開始 就是有一隻馬在前面 沒有啊 他是一群喔 好多隻馬 不是 有一隻馬跑在最前面 你按鈴了之後 才有一隻馬在前面 不是 我是這麼看的 一開始就有一隻馬在前面 對 他是這麼看的 這麼看的 所以我是這麼看的 對… 可是我是這麼看的 每個人這樣子看 跟這樣子看的是 所以他答對 他是因為他看到別的東西 誤會了 然後他答對 對… 因為我們當仙他不是 要仙出來 對 那個神仙出來才有答案的 他把那個仙當成是 跑在第一的仙 也可以啦 答對就好了 第二題他能猜出來 我就佩服了 這題厲害喔 1000元 1000元 這題真的不簡單 請看 全語題將考驗你的聯想題 請運用聯想力採出正確的成語喔 最後還有一個帥氣的姿勢 帥氣的姿勢 到底這是代表哪一句成語呢 欣雅愛你說大話 嚇講就自打嘴巴 下一題超難的耶 真的嗎 超難 不要看 妳不要看 我也想猜啊 猜…妳猜得到 我雙倍 好 好不好 請看 請運用聯想力採出正確的成語喔 好 請問你這句成語是什麼意思 就這樣啊 哇 告訴我… 怎麼了… 到我會的成語其實不多 妳剛剛給我嗆一下 她現在給我裝可愛 對啊 妳剛剛不是很可愛 好 最後還有一個帥氣的姿勢 帥氣的姿勢 去做一個聯想帥氣的姿勢 妳還誤導他們 已經那麼難了 跟帥氣的姿勢 一點關係都沒有 背道而馳啊 親 背道而馳還是背道而馳 她是怎麼看的 背道而什麼 背道而馳啊 背道而馳嘛 心跟樂 的確是我們的關鍵字 是披心待樂還是重心拱樂 還是一口添一下 還是什麼面具 背道而馳 妳寫的是什麼 面面具到嗎 心月面具 我不知道那是香蕉還是月亮 香蕉 妳的月亮 完全看不出來 Banana 香蕉 正確解答是 可不要逼著最後的動作給誤導囉 重點是她先戴了一個 有月亮圖案的頭戴 最後又披上印有星星圖案的披風 當然就是披心待樂囉 披心待樂是我們的正確解答 好 我好厲害 下一題超難的 真的嗎 超難 我不要看 妳不要看 我想我也想猜啊 猜… 妳猜得到 我雙倍 好不好 請看 全語題將考驗妳的聯想力 請運用聯想力採出正確的成語 有答案就按鈴 有答案就按鈴 怎麼了 妳知道我會的成語其實不一樣 所以我嗆一下 她現在給我裝可愛 妳看討不討厭 妳有沒有看到車子 妳還給我換答案 妳是習慣把手舉起來喔 妳手上什麼都有 很難喔 車子的成語嘛 其實可以聯想 其實是可以聯想 妳不需要講那麼大聲好不好 這成語我根本沒聽過 好啦 妳看高以翔就是這樣子 漂亮 高以翔對不對 手先發難 有勇氣 看 爆啊 爆 看爆出車 看爆出車 哇塞 這是成語做 看爆出車 等一下我們再問一下好不好 喔 哇 妳這個跟誠懇一起有關係喔 對 她是那個 她那個第二組打歌叫閉門相處 閉門做會 閉門做會 開門見山 妳好歹寫個開門見車嘛 我想啊 對不對 但都沒有這個成語 關門開車 胡夏 胡夏你想要幹嘛 小心車門 不是 妳這實在太晚了 人家答案全部露出來了 妳還給我不會寫 什麼 正確解答請看 影片裡面一個男生先把門給關了起來 接著裡面 東敲西打的做出一台車子出來 緊閉著門製造車子 不就是閉門造居了嗎 閉門造居 是我們的正確解答 閉門造居 Yeah 這一題 簡單 可是 難猜 簡單但難猜 什麼意思 五秒鐘 就畫面結束 請看 全語題將考驗你的聯想題 請運用聯想力採出正確的成語喔 安靜亞看完發出會心的苦笑 因為我知道答案啦 很有趣 可是很難想對不對 真的 想像力要很豐富 余光…余光 余光有來啊 沒有… 志賢哥在等時間 你看那邊要不要點 看到 他… 他… 他賓主不錯 他賓主幹得好 你轉頭 整個臉就是乾淨 好險 我要在這裡 不要動看 蘋果露水 什麼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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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露水 露水 好 風生水起 平平安安 好 平平安安 平平安安 還是高一翔的好 對不對 民灌漏水 我覺得高一翔應該 送製作單位一些獎金 好 來 正確解答請看 哇 這題成語可是相當有意境啊 畫面上面有個寶特瓶 滾著滾著碰到地上的水潭 就是瓶水相逢 瓶水相逢 瓶水相逢 你為什麼有相逢 對啊 瓶水相逢 碰到一起來 對 等一下 哪邊有瓶 那一罐子 保測瓶啊 瓶水 瓶水 這麼簡單你都看不出來 答案給你都不知道 因為他們有在幹嘛 有啊 他們相逢 目前累積最多獎金的 就是胡夏的7400元 天啊 他今天會不會把 貨外人的獎金給帶走呢 請找出影片中 不合邏輯的地方 趕快睜大按著雙眼 封緊你的神經 有問題劇場 Action 到了要帶大家看好電影的 有問題劇場 這個 有沒有看過有問題劇場 大家知道 我們改編經典名作 可是呢 中間會安排很多 不合邏輯的現象 或者是前後不順暢的地方 有問題就按 把它揪出來 最好玩的 對 你們不要看答案 我不看 我也來猜 妳也來猜 我們也參與 猜隊有Double嗎 我 你猜對了 考慮一下 好不好 如果很難的就有獎金 今天我們要 追殺比爾 追殺比爾 動作劇片 請看 你猜什麼 你自己演 你自己在猜的 大家搞 erzähl 走 不停 走 你看 暈員 你應該就是GoGo吧 這好難喔 你看不出來嗎 她醒了 請問妳看到什麼呢 GoGo的那個 另外一個女生穿白色的 剛剛那個 有一個畫面在後面是假人 變那種 GoGo一出來的時候 是嗎 有人要補充嗎 衣服的顏色變 誰的衣服顏色 第一個出來的 就是穿學生服那個對不對 然後把劍出來怎麼有殺人那個 不是 黃色的 女主角… 我是可以要吃妳的 對… 對啊 幹嘛 怎麼了 她穿長褲你還看得出來 那個 本來是那個喇叭褲 被她穿成燈籠褲了 而且下面的喇叭也被撐開了 小腿你大腿還出 要這樣嗎 你滿注意他的喔 喊 我常看到 你還來自己還要猜自己演的 好啦 沒有要補充了 沒錯 這個地方真的有問題 到底是衣服還是假人 我先不要講好了 我們來看一看正確解釋 老大 有人找你 老大 你哪位啊 誰玩你啊 我剛剛去上廁所啦 我想說就找一個人來理替我一下 這真的很厲害 恭喜奧秀答位啦 那這一題呢 這一題難不難 難 這一題價值多少 一千塊給我一下 一千塊 來 繼續往下猜 你應該就是GoGo吧 是又怎麼樣 你看起來還是個高中生吧 我可以拜託你一件事情嗎 點點大名的殺手 有事要拜託我 你說吧 我喜而恭聽 我拜託你還是回家寫功課吧 這裡不是你這種小鬼該來的地方 你少瞧不起來了 老大 我可以宰這個傢伙嗎 隨便你 只要不要把餐廳炸壞就好 我看你可以囂張多久 好 究竟林志賢能不能猜中 正確的答案 來賓打抵台灣武 現場大海救命啊 你告訴我畢業在哪裡 我絕對不會告訴你的 什麼 違建 來 劍 沒有 好不好 你說 來 OK 其實那個手有點奇怪 但是不是重點 對 沒錯 對 他的那個劍 我看你可以囂張多久 我看妳可以囂張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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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妳是故障 不錯 今天跟民主要嘉獎 他們很好 故障噴三次喔 我本來以為 我本來以為流星球有換 結果他卡在樹上又沒換 做節目做久了 應該是流星球 對… 怎麼這樣 結果沒換 原來妳是胡蝦的師弟 胡案 是不是 胡亂案 蝦案 蝦案 新蝦民案 繼續往下看 小鬼 絕對靠的是腦力不是蠻力 你都欺負人家 人家還在寫功課了嗎 是小鬼 來 躲避球 哪有 有嗎 有 換了 答對了 對 這題純粹是靠手快 是小鬼 怎麼變排球啊 誰的啊 看看才是我的球吧 真的不一樣耶 誰啦 這是排球 排球是拿來打的 好 接下來值錢了 一千塊的題目要出來囉 死小鬼 玉蓮 我不會忘記你四年前 在婚禮上面要我的命 我今天要你血再血還 看來當時沒有把你除掉 真是個錯誤的決定 現在發現還不算太晚 你告訴我比爾的下落 說不定還會留你一條火口 你不要太小張了 我可不是二流角色 這麼好對付 來 什麼事情 值錢啦這一題 那個現箱好像沒有點著 可是他換到這邊來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燃燒 你說前後不接 對 對不對 一開始沒有煙啊 本來是沒有煙的 後來有煙 對 對不對 嗯 厲害 這不好講喔 可是是有問題的 來 好 你那什麼爛眼神 你在對著鏡頭擺一個 你看看你的眼神 喔 你剛剛應該按鈴多拙啊 本來沒有現象 有 好辣 從哭到尾都是不表情 蘋果餅 來 再擺一個驕傲的眼神給鏡頭 虛掉了… 真的是有問題 真的有問題 試試看 他的劍有問題 劍 不是就說是想法 他的劍有什麼問題 他的劍有什麼問題 他的 座子 顏色不一樣 本來好像是 好像是紅色 現在變黑色 座子 不知道是黑的變紅的 還是紅的變黑 反正色不一樣 你看 我就是愛跟他聊得久 然後噴他乾杯 對啊 我本來要答這一個的 好險 沒關係啊 我們照樣可以噴你啊 沒有… 我們先跳過 跳過嗎 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回來再讓你們看的時候 再仔細觀察 接下來 漂亮… 來… 女主角的那個劍有變顏色 本來是什麼顏色 本來是白色 現在變 黑色 會不會是因為燈光 不會 或者是陽光 不會 所以你覺得你的答案是 不對的 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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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發現哪裡有問題呢嗎 那個安心亞那個劍又變成鐵的 因為她已經出竅了 變鐵的 劍沒有問題 沒有 好不好 劍沒有任何的疑點 是 請往下看 告訴我鼻子在哪裡 我絕對不會告訴你的 什麼 威劍… 來… 你說 她的劍有問題 我跟妳講 她沒看到 我… 你說… 來 OK 其實那個手有點奇怪 但是不是重點 對 沒錯 對 對 那個手呢 她的那個劍 啊 啊 中來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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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欸 我為什麼 能夠掌控全場 為什麼… 就是我能夠憋住不孝 你快講 你快講 我快要憋不住了 來… 我快要拉絲了 怎麼樣 算了… 她還說那個手不是重點 欸 妳說 那個竹子變成手了 答對了 欸 她還說 手不是重點 雖然那個有點奇怪 雖然那個有點奇怪 但是不是重點 重點在 欸 欸 這種捨身取義的行為啊 有骨氣 哇 了不起 厲害… 我們以後派她到什麼愛國單位啊 什麼… 對啊 她會找錯目標啊 我讓你看看正確解答 氣死我 你告訴我別人在哪裡 告訴你 等一下 竹筒怪怪的 真正的竹筒在這裡啊 那你 先生啊 你哪位啊 你這樣不累啊 怎麼會在辦竹筒啊 好累喔 很累喔 很累喔 很累… 因為這是疑點啊 不是喔 猜對了嗎 等一下 你這也太…太悲弊了吧 兵不厭戰 這是戰爭 等一下… 我以前已經掉了啦 我認輸… 我認輸… Bia 下一個就是你 各位 我們的五個疑點 已經告一段落了 其中有兩個疑點 一個你們看都沒看出來 對不對 另外一個 我們已經在那邊打轉了幾十圈 可是沒有人猜得出來 請看第一名 你少瞧不起來了 老大 我可以宰這個傢伙嗎 隨便你 只要不要把餐廳炸壞就好 結束 我覺得只兩千 我信你 應該滿有… 滿有信心的 我覺得安心亞拿的刀 沒有是接起來 剛剛看起來好像是 這是彎的 沒有我 我來看一下好 後面是不是 我看到後面 我們今天所有的答案 都沒有劍 沒有劍跟拖行 這兩個日常用品不出現 好不好 提示一下邏輯 好 我跟各位講一下 那個玉蓮對不對 穿日本和服那位女生 她的行為 產生了不合邏輯的事情 對 她做了什麼事情 好了… 妳差點把答案都講出來 妳快忍不住了對不對 急了 來 請回答 我知道 她的冰塊沒有浮起來 可是要看後面還沒有到 瘋狂二人組答對了 正確答案… 她那個是假的冰塊 冰塊一定會沉下去 冰塊一定會浮的嘛 對 讓你們看一下 你們才相信 水滅泥 我先來喝個冰水 對 怎麼會沉下去了咧 正常的冰塊應該是要 上來才對啊 你猜對了嗎 值不值2000塊 這個有值耶 你們兩個自己不能講值 要別人講值吧 這題真的 嘗試題 對啦 有嘗試在裡面 冰塊是會浮起來 不會沉下去的 現在 到了第二個重點 我已經跟你們講 重點在哪裡了 不要在旁邊那些 織織織織的事講出來了 好 告訴我比也的下落 說不定還會留你一條火口 你不要太小講了 我可不是二流角色 這麼好對 過囉…結束囉 她的香本來是那種 妳要起… 那種就是現香 現在變成拜拜的香 是不是 所以我們其實也無人為力耶 因為其實他們都在那邊打轉 對 那是香嗎 對不對 是香 妳的答案是錯的 夠明顯的 嘗試 跟剛剛冰塊 其實 有異曲同工之妙 錯喔 我們已經到家裡耶 你們兩個一定是一起的 還是那個香有問題 但是不是在香上面 是在香 是在那個香 是在那個香的 那個香 或是普通的香 這一種叫做 賤香 賤香 那是進口貨 聽我講 就是那個香上面的菸 菸怎樣… 菸本來應該正常是往上對不對 它怎麼樣 它 它好像不是往上 妳看 這回不只一個人不屑 因為香 要萬一有風吹 它就是不直啊 喔 對不對 對啊 為什麼一定會是直的 這些人真是 不會就不要亂打 李佳答對了 對 風吹啊 那也是都常常上 往上啊 對 風妳不會把煙吹到下面去吧 是 往下吹的 真的有風咧 妳還順著妳的話講 我們來給妳看看正確解答 這一般的現象燃燒過後 照理講煙都會往上飄 可是它卻往下墜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整個鏡頭 是顛倒過來拍的 你有猜對嗎 好啦 今天可以帶出獎金的就是 差點破萬元的寶咖咖跟巧克力 獲得了8800元 恭喜你們囉 好 今天大家猜得非常激烈 太激烈也是 造成一生的遺憾 對… 我們體力上會造成一種負擔 心理上會有壓力 對 每個禮拜的我猜… 等等妳來猜 謝謝 Bye Bye